今天最正式的一天 搬家具 搬完我们就住在那边了 跟这个家要拜拜了 OK拆了我们的高地床 这边也开始包起来 房子拆了一半 你们有没有搬家各个城市 有不一样的这种习俗 我们浙江就是选好一个时辰 然后就要在那个时辰里边 带上一桶水 还有看一下啊 我的一桶油 然后我后备箱还有一大桶米 就要在这个时间点送进去 我来了 OK来水浇给你了 好重 对啊 就要因为我们今天是两点之前 所以我一定要赶过来 老外那个全市 行我又回来了 应该差不多了 床都上去了 还剩几颗小的装饰柄 没有妈妈可以懂我一下 这种东西很想丢掉 Max的玩具车的轨道 这次搬家大概整出了五个轨道 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丢掉了四个 把最大的那个带走给他 对付一下 还是会再买的 简直是搬家的冷醉 OK给房东把床装回去 清空 然后阿姨来打扫 收起红地毯 这边没了 走 再见了 这个地方 拜拜 OK 来到四银家开动了 这次直接从阳台上来了 太猛了 师傅直接从阳台上来了 这个位置 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 总算看到大超来了 搬家的最后一天 我觉得他出现了 等着搬家之后一天 他从来只记住自己其他劳动 反正只有他一个人的劳动 哈哈哈 嗯 不错不错 今天真的表现很好 哈哈哈 我通常说话就很不合适 我还有你了 你叫我的表现 哈哈哈 可能是可笑 你看你帮他还气 表演他都不行 哈哈 叮咚来喽 马克思你到这边来好吧 这种转弯的地方特别难搬 尤其遇到大箭了 转转往哪里抱啊 小姐 对往那个 来我进来 那个不能拖鞋啊 拖鞋怎么就是无论啊 哎呀这被挡到了 这边这面墙 嗯 那就这面墙 知道了吧 嗯 嗯 小心小心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看到船了吗 船上去了 你看这里 开始搞定了 啊 还有一只小鸟来了 你看到吗 小鸟 哈喽 这尴尬的灯 哈哈哈 哈哈 大家以后等最后买啊 等你家具搞完了再买 不要像我这样 哎呦就撞了一下 不要像我这样买太早了 OK 我们真的 你看还是这样子 哈 还是非常的凌乱 超哥 超哥已经在沙发上不能动弹了 这边 也是这样 插一个麻将桌 然后我们的餐厅Ready了 这餐厅真的是 本来觉得它很大 但我们的这个桌子真的太庞大了 放上这张桌子以后任何的餐厅都驾驭不了它 实在太大了 OK 这边我稍微摆了一下 我们的台子和照片 然后这里我随便就先摆了一下这个 两样两样装饰品 然后因为还买了很多这个植物吧 去来除除味道 啊 幸苦的 But you did it 冰箱又太小了 冰箱又太小了 我不是买了一个新冰箱吗 就是装这边嘛 然后把饮料就装到那里嘛 好吧 我已经丢掉很多就是占空间的 而且这个都发霉了 不是发霉吧 那就是那个什么珍珠奶茶 我不知道什么谁弄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家搬了 清心苦苦搬过来 然后就被你丢掉 Good job 嗯都是垃圾 他早知道在那里就丢掉了 还这么辛苦的搬过来 OK 好了我们的客厅 当我们的这个沙发放进来以后 今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桌子还没有到 所以大家在这里吃了 OK 把这个电视柜都放好了 哎呀明天再来好好收拾 现在最尴尬的是这个房间 因为我们当时在 呃towbrother那边有两个客厅嘛 所以这个沙发就不能丢 于是现在这个就很尴尬 当然还要再配过啊 你说唇丢掉又不好意思 这么贵的东西 那洗衣房也是一段凌乱 但是我们最凌乱的是我们的车库 垃圾桶 垃圾桶又转就有 然后这个鞋架全部已经搬坏了 怎么了 我给你打下灯 我给你打下灯 看看我们这边 天呐 OK同志们早上9点 一直到现在8点35 也就是也快9点了吧 12个小时 总算把家具全部装好 搬完了 太辛苦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堆东西摊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结束 先给师傅开个支票吧 一共付了2000 加小飞付了2300 12个小时 170块钱一小时 我的天这个加班 所以我觉得戏曲挺好选 就是不要买太多东西 真的还不如买点新家具 2千多块 多香 你现在买一堆七七八八的 你又不舍得丢 又要把它搬过来 真的 今天的搬家太累了